I'm no good, being good, but I never said I was I'm no good, being good, but I never said I was I'm no good, being good, but I never said I was I'm no good, being good, but I never said I was I'm no good, being good, I never said I was I'm no good, being good, I never said I was I'm no good, being good, but I never said I was Hi,今天一起来化妆吧 每次到了年底 然后新年年初的时候都会觉得 好像要许个新年新希望 那希望今年的自己都能够变得更好 更美丽 然后还有紧接着就是新年到了 尾压、春酒、情人节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一些 聚会、约会或者是见长辈 所以今天的影片想要分享的是 让你的好感度能够大加分 让妆容更加精致的五个技巧 然后今天挑选使用的彩妆品 都是我真心爱用多年 可以几乎说是零技巧 很轻松快速 你就算带着他们在车上化妆 到达目的地才化妆 也绝对都是能够让妆容 看起来是精致完美的 好感妆的第一个妆容重点 跟第二个妆容重点 我直接一起说好了 因为我知道现在防疫期间 大家都辛苦了 绝对要记得戴口罩 所以我的第一个妆容重点 就是清透自然的底妆 让你在戴口罩的同时 也不会觉得说皮肤太闷了 然后妆容比较清淡服贴自然 你拿下口罩的时候才不会很糗 就是口罩里面全部都是粉 那至于第二个妆容重点 也是跟口罩有关 因为我们戴口罩 当然就是眼妆很重要 精致亮眼的眼妆 让人家觉得说 你用眼睛就会说话了 好马上开始 今天的底妆我直接要使用 最近大家热烈在讨论的 紫色糖中筋柜心肌彩妆 推出了美少女战士的限量版 好漂亮喔 它们的合身上面 直接就有月光仙子的四种变身装置 我觉得用了它好像就是让你有变身 能够瞬间变美的感觉 那当然这两款商品都是非常经典热卖的明星商品 那我们直接先从妆前乳来用起好了 妆前乳的话呢 我手上两款粉肤色是我很爱用的 虽然肤色偏白皙 那这个粉肤色自然就有润色效果 那如果你的肤色比较暗沉的话 你可以挑紫色的 紫色这一款的话呢 它的提亮效果会是很明显的 我也在手上直接试给你们看 所以如果是比较暗沉 然后想要改善肤色有校正效果的话 你就可以挑紫色 防菜系数是SPF25PA三格加 日常外出使用就已经足够了 又不会有过多的负担 它的质地是偏水润的 所以在涂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在涂乳液一样 涂纹妆前乳 很服贴清爽 不会油腻腻的 反而就像是你素颜 然后加了一层柔胶效果 有了基本的防晒跟湿底 整个粉嫩嫩接着呢 如果你没有要化妆的话 你就可以戴上口罩 出门了 拜拜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 等一下啦 我要说的是 这个真的是 口罩使用很棒 如果说你今天要出门比较久的话 例如可能上班上学8小时左右 我就会建议你 只涂这款妆前湿底乳 然后就戴口罩了 这样子你的皮肤就会很清爽 清透清薄 不会有任何的负担感 等到你下班放学之后 你想要好好的去约会啊 吃个晚餐啊之类的 你再就是把你的清云粉饼拿出来 然后稍微的去修饰一些斑点的瑕疵 就足够了 我觉得这一招超好用的 这两个根本就是口罩双保 就是在口罩期间 绝对是能够帮助你 变得更加好气色 很好用的产品 重点是 后续的话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你要搭配粉底液 然后也是很好的 因为这款妆前它可以帮助你的底妆 是更加服贴持久的 但是 我必须老实说 我现在真的常常跳过粉底液的动作 就会变成说 直接使用妆前式底乳 就搭配清予粉饼了 清予粉饼我至少用了三块以上的空凹了 完全 我现在抽屉随便拿开来 就是绝对都还有其他的伙伴们是空空的 这个也是 对都是空的 好我很喜欢它 这款粉饼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它具有遮瑕度 可是粉质又很细致 比起很多粉饼你可能用完之后 会觉得你的妆越来越厚重 还会卡粉卡温 然后显得就是很干燥容易脱妆 这一款我觉得它是具有保湿度的 直接使用妆前乳 然后就搭配这一款使用 它也不会有结块的现象 好 那我现在呢 就直接用清予粉饼上妆半脸 让你们看说 它上完妆之后的一个效果 眼周暗沉轻轻拍一层 这边肤色不均 跟有斑斑点点 好 基本上透过镜头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这边把小瑕疵都修饰掉了 那现在呢我换一个特写的镜头 让你们更近的去看那些毛孔的变化 好素颜的眼周暗沉的部分 然后这边是轻轻拍上一层之后 然后鼻翼两侧的毛孔粗大 这边修饰的很好 看落差 额头的毛孔粗大对比超明显 然后呢我会刻意的去把质保留起来 就是不要把质给遮盖住 这样子就会觉得你的妆是很清透自然薄透的 很像是你天生皮肤就这么好 可是却是可以去修饰这些小瑕疵 所以轻雨粉饼我真的超爱的 好分享给你们 好感妆的第二个妆的重点呢 就是精致亮眼的眼妆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说 应该要怎么化 强调在哪些部分 可以让你的眼妆看起来是好感度大加分的 那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开箱一款新品 然后我们用它来化妆 资深堂星期彩妆 他们这一次推出了一款咖啡特条眼影 这是极光城市限定版 所以他们的外包装就是有不同城市的 那我现在手上这个色号呢 是RD302 伦敦老砖红 所以它的外表设计呢 就是以伦敦的城市为主 咖啡特条眼影呢 它是特别针对亚洲人的瞳孔色去研发的 利用棕色融合粉末 搭配润珍珠光色跟色彩粉末 充分的浸泡在滋润油分中 然后再进行压制 所以它的粉末非常的滑顺 延展性很好 而且你会发现它很均匀 跟非常服贴 所以可以很自然的画出放大双眼的眼妆 那重点是它的每一个颜色 堆叠之后 显色度会有不同的变化 我觉得算是一款 你可以很轻松去驾驭 跟你轻松可以变换出 不同的自然妆感的一款眼影 先用眼影棒 宽的正面 沾取肤色 涂满整个眼窝做打底 这颗肤色的粉质 非常的细 所以其实你可以同时拿它来做打亮 像是你觉得如果眼下 稍微暗沉的话 可以把它刷在眼下 还有鼻梁 你想要打亮 你也可以用它来刷一点 眉骨 这边 接着一样用宽的眼影棒 沾取中间色调 然后用眼影棒比较细的这边 沾主色调粉色 叠加在上眼皮 稍微晕染 然后沾深棕色 贴紧睫毛根部 营造眼线的效果 放大眼睛 用眼影画眼线的一个小技巧呢 就是前面都是平平的贴着眼皮 但是到眼尾的地方 你可以稍微把眼影棒转正 就是有点直角的方式 暈染勾勒出漂亮的眼尾 然后用眼影棒剩余的粉末 暈染在下眼角的这边 就是眼白下方 然后用眼影棒沾肤色 在眼下的地方 稍微的修饰边界 让眼影能够晕染得更加的干净利落 最后再沾打亮色 利用亮片 打亮墨残前端 以及眼皮的上方 非常干净 好感度大加分的眼妆完成了 这一盒眼影呢 它算是颜色非常的协调 但是不用担心下手太重 基本上都是一些漂亮的光泽感 但是你顺着它的颜色去做堆叠的时候 是有光泽感但是不会有抛抛眼 那对于本身比较不会画眼线 或者是你希望今天的妆看起来不要过于强烈 就是不要有那种很俐落的眼线的话 你就很适合使用深棕色眼影去堆叠在睫毛根部 这样子完成的眼妆就会非常的温柔 那这一盒它的颜色就真的是能够很适合淡妆 然后优雅有气质的妆感 好那接着呢第三个妆容好感度大加分的妆容重点 当然是闪耀有光泽的唇彩了 我自己个人呢非常喜欢使用的唇彩 就是有滋润效果同时有润色效果的 等于说你护唇膏结合唇膏 只需要涂一支就好了 蜜光圈唇膏 我想大家应该都绝对非常的不陌生 我自己也很喜欢收藏它的各种颜色 但是这一次他们推出的新款 极光层式的限量色 它变成是双层质地双蕊新的设计 外层的透明极光层光泽感 还会随着角度去变化 里面呢有添加了美容油 像是摩洛哥坚果油 橄榄油 和和巴油 茶花油 玫瑰果油 可以让双唇变得更加的滋润 但又不影响它的显色度 好涂上唇彩 整个妆容的完成度就很高了 而且这光泽感真的超漂亮的 颜色很好看 我很喜欢这一支 很适合放在包包里 你随时每一天都可以拿起来涂 就等于是涂了超滋润的护唇膏 可是同时又显色了 好那接着呢 第四个妆容重点 我想要分享的是自然红润的腮红 因为我觉得腮红其实有时候 还兼具修容的效果 但你可以依照自己的脸型去 决定你想要画在哪里 但现在真的非常流行这种 偏黄黄橘橘色调的腮红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想要更显自然红润感 挑这种偏紫色调的腮红 我现在呢就先搭配这个橘黄色调 把它刷在颧骨上 然后如果你要营造氛围感的话 鼻头这边也可以稍微刷一下 好 这种自然的裸橘色调 一整个不会过于浮夸 可是却会觉得说 诶你的整个妆容是很有氛围的 就是它有一种迷蒙的微醺感 然后可是就不会觉得说 你的妆好像过于老气过于成熟 让妆容好感度大加分的第五个重点 我挑选的是打亮 因为适当的光泽感 可以让你的五官变得更立体 有亮感之外呢 其实也会让皮肤看起来比较好 所以你就可以挑选打亮产品 打亮在鼻头 然后连接鼻梁的地方 跟颧骨上 我觉得颧骨是一定要的 眉骨 然后唇峰也可以打亮 但是我今天的唇彩已经非常水亮亮了 我觉得它不需要打亮唇峰了 就这样子 打亮完之后呢 还有一个关键重点 就是在于说 有些人打亮可能下手太重 那个亮点很明显 你会觉得整个妆好像有色块 就是那个打亮会很突兀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再搭配 蜜粉或者是直接用粉饼 然后稍微的 去把那个光泽感 用按压的方式 薄薄的按上一层 让它跟整个妆是完美融合在一起的 这样妆感看起来就会比较精致 完妆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完全就是恋爱中的女人 看起来满满的幸福感 不是在约会啊 就是好女友 贤妻良母 好媳妇的样子 一整个好感度大加分了吧 其实主要的妆容呢 并没有用很强烈的色彩 但是是整体一致协调的 搭配一些微微的光泽感 不是过于强烈哦 就是微微的光泽感 去修饰你的五官轮廓 变得更加立体一点点 那有一些光泽反而会让皮肤看起来是很好的 今天的妆也真的没有很浓 可是我觉得算是让气色整体变得更好的 这样子的一款妆 分享给想要让好感度大加分的人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 所有使用到的商品资讯 我都会整理在资讯栏的地方 记得点开来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给我咯 我们下次见 祝大家新年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